- 以後大家要講我的清楚 - 好來 - 現在要講我的清楚 - 現在要講我的清楚 - 他真的是臉皮很好 - 本來就是他自己講的 - 規矩他定的 - 本來就很清楚了 - 現在要講我的清楚 - 啊 定下就是你那一回 - 還跟他說不見識 - 等一下 - 因為我們第一次朝野行政 - 要去建立一個共識 - 好 沒有理 - 你閉嘴啦 你又不是院長 - 那就畫一大堆 - 誰問你有沒有問題啊 - 你沒有資格討論的話 - 你只是一個少數黨 - 你只是一個民進黨的總召而已 - 誰都不是好不好 - 電腦大電圍 - 幹什麼要死 - 沒幹什麼 - 大家全家做不夠 - 團三長來列行參與討論 - 我跟會保證 - 他等一下一定會再插話 - 這叫我就是忍不住 - 自己丟臉喔 - 他現在就是面子掛不住 - 要電腦大 - 什麼關係啊 - 陳昭之進來 - 陳委員進來 - 後來就質疑 -陳委員代表的什麼身份 - 所以為什麼不讓黃委員發言 - 並不是說不尊重他 - 是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建這個慣例 - 如果各黨團都沒有意見的話 - 我們再一次重申 - 以後我們才會協商 - 就是黨團三長 - 萬一三長有事情 - 對不起 - 不接受任何人代理 - 然後我們先確定 - 這樣子就定下來 - 可以補充說明 - 那我可以會議 不是啊 誰可以把柯慶明麥關掉一下 好不好 他比較沒句話都要插嘴了 而且他的麥為什麼特別大聲啊 講話講不清楚 聲音特別大 咬字咬不清楚 嗓門特別大 是怎樣啊 就有很多的法案或預算案 那當然是委員會重心主義嘛 找我也必須來這裡啊 所以這個要怎麼處理呢 是在三個月 有委員會重心主義啊 五思雅 上次叫陳昭之滾蛋的是誰嘛 啊不就柯慶明嗎 啊現在跟我討論什麼委員會重心 不要丟臉了啦 又在秀下線想要板面喔 送你啦丟臉兩隻貼在你臉上啦 算案 那當然是委員會重心主義嘛 叫你這位喔 每一個議案都有招委啦 那是不是要修改法規說以後是黨團三長 加上該當委員會的招委都可以來到現場 不要這麼說稍微貼上啦 幹什麼 那行法公道莫說 公道莫說的時候 事外案案 法務部有不同意見 寫上多少次 也是想四十幾次拿到施下斜張 法官法也是施下施下二十幾次 但是這就是為什麼 要把法律弄清楚 今天 不是韓國瑜說三長喔 上次說只有三長是柯建民喔 即便是我們國瑜都說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說強勁 都不要講 來 公共武黨沒有結論 我們表格就好 那是現在 福音局所需最期待的 到這乃至於上禮拜五 我們都很清楚 上禮拜五 所有的職員行事管民黨案子 全部被封殺 在... 但是不要急... 就黨團三長列席 我想我再問一遍 國民黨團有沒有意見 黨團三長列席 就... 對哪個黨團公平 我也不要再練這個條文 那各位可以就可以參主去看 這邊... 其商人 大家都閉嘴 好 不用講 我再一次請求 上一次確實 柯總召有提出說 就是三位代表 三長優先 那個時候討論協商 變優先了 他說變三長優先了 我聽你你放肚子 哎呦好會拗 好會拗 好 那我們希望遊戲規則這樣子 哦好軟Q哦 好會拗 是求表現 不是作秀 人數要約制 可以 哇變人數了 哇好會拗 四號成是很軟Q的 很拗拗 哦 換你 首先所提的 如果委員會在協商 當時的設計 當時那個圖表的設計很簡單 就是第七十條的規範 但是因為 合格的法案 他必須有招委 至少是招委 或是該委員會 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四號姐姐多軟Q 先拗招委 再拗優先 再拗人數 啊 其實你柯建民說的會 都沒精神啦 奇怪咧 你們家的金順 怎麼這麼重要啦 為什麼柯建民也要付 有需要 這些也要付 哦 給他付丟丟的 哦 怎麼沒辦法啦 奇怪咧 一定是按照七十條 啊奇怪咧 那每一個委員會 大概各黨都一樣 為了一個洪森漢啊 怎麼會這樣 請四號委員 簡短2個參選 我想在舊教育秘書長 您的意思 您剛講的 可以由 呃就是該委員會的 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是在委員會的 黨團協商的那個level嗎 呃我這個要提出 呃這個嚴重的 挑戰跟討論 我雖然擔任立委 比較之前啦 現在是第九年第三任 但我過去推動的法案 或是重要的預算 我都 我沒有常常來 但是我也會來這樣 你敢建小的 哦沒看啦 大家講話 大家又要拗 院長召集的委員會 你跟你隔壁 柯介明說得比較清楚 哦 應該是說三長才可以來 數次或數次次 前提是 我負責委員會的議案 我主推的法案 或是我擔任招委的時候 我再次強調 吳思堯過去九年 關我屁事 關我屁事 我三任立委 從蘇嘉晨院長到 不是三長 因為我是第一次擔任三長 所以我過去 可以被允許坐在這裡 你要問柯介明啊 為什麼上次要這樣子 各位啦 韓國瑜就是故意的啦 以前大家都可以來啦 柯介明就故意要教訓民眾黨嘛 所以韓國瑜現在 反過頭來給他一個下馬威啦 聽得懂嗎 韓國瑜 代表在這裡有力 好啦 更小啦 不要下去下情啦 更小啦 更小 更小 好 再見 要建立一個慣例好嗎 好 請周密士 各位委員 各位去看69條 68 69 70 大概裡面都有規範的 那69了解其實也很清楚 那為什麼以前 所有的有關心的 委員這個議案委員 都坐在一起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以前 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因為當這一屆 一開始的第一次裡面 大家有一個 大概當時的大概有一個 因為那一個法案在處理的時候 大概有這樣的規範 變成三長 三長坐在這邊啦 所以變成從那個以後 大概幾乎 柯介明提的意見啊 所有在黨團協商 一定是三長坐在這邊 在協商 柯介明提的意見 我們看到69條 69條寫得很清楚 我也不要再練這個條文 各位可以參所去看 大概是我只能這樣做報告 69條很清楚啦 69條裡面 那我再堅持一遍 因為我們第一次 超於協商 就接近了 各位你聽得懂嗎 從來喔 朝野協商沒有規定說 到底要幾個人 或誰可以出席 而柯介明在第一次 朝野協商的時候 故意為了要整黃國昌 說陳昭之滾蛋 只有三長可以來 所以韓國瑜就把這東西拿著 說好 那我們從此以後 只有三長 是柯總昭要求的 所以呢在今天 他們自己的人也不能出席 因為這是柯總昭提的規矩 所以無事要講說 什麼招偉中心制 委員會中心制 講說什麼人數 講什麼優先 都沒有用 因為是你柯介明治十二國 韓國瑜今天很清楚 拿你的刀 修理你的頭 替你的頭 你自己愛找自己麻煩 那你家的故事 好不好各位我們今天就這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除了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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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